台湾现有军机组件多向国外采购 然而价格高 交期长 成品输出 易受各国政策左右 为了达成国防自主 航太产业领导者汉翔公司 协助国内潜力相援 开发新式高教机机身关领组件 朝国机国造目标迈进 其实高教机创先技术的应用 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数位的协同设计 制造的作业平台 第二个部分是智慧制造产线 第三个部分是数位的组装模拟 最后一个部分是产内链一起提升 这个碳线附材磁盒 我们以往一般都是用金属的在制造 就是制造会有比较多的困扰 去用附材制造 大概比原本的35%左右 而且它也可以省掉第二次的加工的制程 应该只可以做长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 顺利链路通信机 它是第一个由国内自研制制的 能上战机的一个通讯装备 我们就是要求厂商说 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做成模组化的设计 这样的东西它就具备一个功能的弹性 不管是高轿机也好 或是后续的初轿机 甚至能把ITF飞机都能上了 相对来讲 厂商更有意愿去开发这样的产品 从过去2D蓝图制造 提升为3D的鞋盘制造 所以碳翔还有对整个国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理想 再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